各位先有,欢迎观看三生三世诊上书 那二人像是知晓东华心意,动作愈发露骨 而此境之中,狂风一阵凶猛过一阵 原本暗红色的月轮像是吸食了人的鲜血 慢慢转至深红,色泽愈来愈艳 在另一方遥遥与它对峙的太阳 竟显出几分颓丧衰败的气息来 凤九心中突然透亮,悟到东华正在与妖尊以意念相较 且落了下风,那两轮日月恐怕正是某种征兆 虽然他仍琢磨不透自己身处何方 却晓得他见到的这一场幻觉,绝非初次开眼 东华眉眼沉沉望着远处已交缠在一处的二人 口中突然吐出一口血 凤九将手中长剑一挥,直奔东华而去 飞到半途,却有两条红灵自东华身后 向他破空袭来,凤九侧身往地上一滚 两道红灵一击不中,马上换个方向直击他的脖梗 竟是一个欲取他性命的险招 凤九在地上滚了一滚,还未起身 红灵再次袭道,眼看就要沾上他的肩头 凤九晓得若是被红灵击中要害 不死也会抵上半条命 他好不容易追着东华来到此地 七可如此轻易便将自己交代了 凤九慢慢闭上眼,又将方才的情景在心中过了一遍 再次睁眼时,心中已有了计较 他缓缓自浪头上起身 身边的黑西殿的沉滞,翻涌得不在那般剧烈 却宛如有了实体,自身旁奔腾而过时 带着巨大的力量 黑西不断撞击着星光流泻的戒壁 发出恐怖的巨响 不论东华帝君身处何方 凤九晓得,他都在与妖尊渺落进行殊死搏斗 他进入他的魂魄 也帮不了他,而他在此地或许还能有一点用处 他追着他来到碧海苍灵 绝不是为了拖他的后腿 东华帝君的心魔,他晓得那是谁 既不是渺落,也不是那三生石 他心心念念执着难舍的 不过是他白凤九一人罢了 他爱他,这桩事本没有错 他爱他,他也以同样的爱意回报 又何来直望直说 只因身判这块巨石 上头没有东华的名字 硬生生将他逼成这般模样 隐忍与痛楚在他心底拉扯 责任与道义 恋目与渴求 牵出欢喜优惧 让他寝食难安 若是寻常人为情所困也就罢了 偏偏他是天地共主东华帝君 他内心那些负面情绪 悉数化作渺落的食粮 竟一日一日将他养成眼前这般可怕的模样 渺落将东华困于幻境 正不断诱引出他的心魔 即便他陪着他 他也摆脱不了内心的深切恐惧 或许见到他 反而更添他的不舍与痛苦 三生石立于波涛之中 有黑的石柱拔地而起 高可摩云 凤九绕着他走了几圈 抬手抚过林玄的石壁 触手滚烫 石头在他掌底搏洞 这方模石 今日竟像是有了生命 凤九觉得 他大约已猜到他的心意 凤九记得 当初在千花盛典之时 谢姑愁曾与他说起过这方三生石 当日他说的那番话 他仍记得清清楚楚 他说 那三生石现实已有数十万年 因长了世间姻缘 这数十万年 很是累积了些罪孽 轮回台怨灵千千万 十之七八 与这情爱一事相关 听闻帝君早已派坐下 先博探查三生石画室之所 前几天 云庄先博 还来了我幽冥司 瞧了瞧那些不愿进入轮回的怨灵 不入轮回 魂飞魄散 怨气却急急难消 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庙仪会明镜 据说这些年已有些不稳 当日谢姑愁便提醒过他 帝君想要更改天命 又说天命更改 绝非一事 一步踏错 步步皆空 东华此来 移了三生石到此地 恐怕不是单纯要诛杀渺络 那么简单 凤九不免有些懊恼 这大半年来他与东华日日腻在一处 竟从不曾好好与他说一说三生石之事 亦不曾问一问 净化渺络究竟该如何做 他该做些什么方能帮上些忙 他与东华 像是都在刻意回避 不愿提起这桩令人心伤之事 若是此前他问了 或许 此时此地 他亦无需如此烦恼无措 东华他在数十万年前 首至妙义会明镜收纳四海八荒 数十亿凡事的情爱之毒 又在三生石上抹去自己的名字 自然不会想到 数十万年之后 会养出一个妖尊渺络 须得拼上性命方 能将其彻底诛杀 凤九不知道 若东华是先知晓会有今日 当初是否人会在这石头上抹去姓名 他说当初是年少轻狂 不知轻重 那他今日要做的事 怕也会被他斥为胡闹至极吧 他缓缓自秀中抽出桃柱剑 这柄剑 赔了他许多个日月 他向来使得十分趁手 东华帝君这几个月来 教了他许多剑招 又教了他许多临机应变的方法 此时想来 帝君每日敦促他勤学苦练 显然是知晓自己来日无多 怕他没了他的庇护 受人欺负 他给了他一魂一魄 纵然他先法卓绝 修为高深 终究是魂魄不齐 魂魄不齐究竟会有何后果 大约只有哲言 能说得一清二楚 可是凤九也晓得 这几个月的帝君 与从前相比 情绪时有波动 眼下他陷于秒落射的幻境难以离开 恐怕也与此脱不了干系 他从不愿成为他的拖累 恐怕终究是做不到了 波浪滔天 悲风怒吼 凤九握紧手中宝剑 缓缓自丹田引出帝君 送予他那棉后的仙泽 东华曾教他呼吸土耐之法 也曾警告过他 他自身修为太浅 承受不了他魂魄之中的傍然先例 若贸然使用 反而会招致反噬 反噬之力的可怕 东华早已再三告诫 最严重者或许会催崩心脉 就如捣坏他原本存放先例的容器 容器受损先例尽毁 纵然折眼也是回天乏术 可是凤九眼下要击杀的这一方 完食 绝非他自身之力 可以奏效 即便会有招致反噬的隐忧 他也需要试一试 雄魂庞派的心力奔涌而出 凤九举起手中搏剑 狠狠击向面前的三生石 红色身影如卵鸡石 巨石窥然不动 凤九整条手臂却被震得发麻 他左手捏绝 继续引导丹田之力到逃柱剑上 反手又是一击 巨石之内 发出嗡嗡巨响 像是他的举动 引来某种顾鸣 凤九闻嘴一笑 晓得这一击算是揍了笑 巨大结界之中 原本漫无目的四处奔涌的毒析 突然归于静止 数秒之后 竟发狂一般向他涌来 凤九此时 右臂已经脱力 猴头凝着一口鲜血 强自咽了回去 他将长剑撑在浪头上 安腿跪地 慢慢调息 体内奔窜难安的仙泽 已不听使唤 他晓得 若不抓紧时间将这块磨石击碎 恐怕那些仙力便会如脱缰野马 完完全全将他冲垮 凤九将长剑换着左手 飞身向巨石砍去 剑锋触及磨石 却狠狠反弹回来 凤九被一股大力一推 往后摔出 脑中被震得嗡嗡直响 像是与这方磨石的乌叶之声相应合 被撞得飞出的瞬间 他忍不住哀叹一声 这次 恐怕会跌得有些疼 疼痛却迟迟未来 一双手臂揽住他 他稳稳地落入一个 带着淡淡白檀香的怀抱 紫山银发的神君从天而降 一如他记忆中的初见 东华抱着他缓缓落地 手指抚上他的脸 眼中满是悲痛之色 说出口的话却是责备 胡闹 那三生石 岂是你能劈开的 凤九心头一宽 喉咙里那口血终于病不住 喷了出来 尽数落在东华前胸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颖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颖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颖哦 我们下期见